冬奥的学员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休息之后呢 我们继续前进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征税范围这里的剩余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个细分考点 聊一聊增值税 适同销售的相关内容 首先呢 我们就要知道 适同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呢 简单来说 如果某一项业务呀 按照我们税法的规定来说 你应该确认收入 应该确认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进一步的确定 你的销项税额 有了销项税 我们再减去它所对应的进项税 我们不就能够算出来相关的税额了吗 但是呀 我们在反观会计处理的时候呢 却发现会计上 它就没有做销售的处理 也就没有确定销项税 此时呢 就会造成税款的流失呀 所以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为了防止税款的流失 就说了 既然你没有确认 对吧 我视同你销售了 然后给你确定一个收入 给你计算出来你的销项税 进而让你来进行一个缴纳税款 就能够防止税款的流失呀 所以呢 我们才要视同销售 明确了之后 再来看如何把握呢 一定要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站在我们货物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传统的增值税的范围 对吧 看看我们的货物 在哪些情形下需要进行 视同销售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盈改增项目 你在哪些情形下需要来进行 视同销售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两个角度 分别来看 它的视同销售的情形 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 我们就来看货物 视同销售的情形 一共呢 是有七种情形 这七种情形 大家在把握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我们增值税的原理上 来进行一个把握 OK 不要着急 我们一个一个的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 逻辑推理的分析 推理完了 分析完了 我们大家呢 也能够很好的把它把握住了 首先来看情形一和情形二 情形一呢 说的是将货物呀 交付给其他单位 或者是个人代销 情形二呢 说的是销售代销货物 由于名称当中 都有代销两个字 就表明呢 它肯定是针对的是 委托代销业务 在委托代销业务当中 既然是委托 那必然会有委托方和受托方 既然是代销嘛 那肯定是我们受托方 对吧 要把我们委托方的货物 卖给谁呢 来卖给第三方 由此可见 我们受托方 它实际上就是委托方 和第三方的中间人 你虽然是中间人 但是有一个重点 千万不要忽略 就是你受托方呀 在我们销售的过程当中 你是没有定价权的 你就表明 我委托方定的价格是多少 那你受托方就完全了这个价格 来对外销售 比如说 委托方定的是100元 那我们受托方就只能够按照100元 来对外进行销售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平价对外销售 既然是平价我们受托方呢 他就没有能够去赚到这个差价 既然不赚差价 那么他的获利的地方又在哪呢 有的选手老师 他既然要干这件事情 就表明他肯定是有好处的 OK 没问题 那么这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委托方 给我们受托方的所支付的手续费 而手续费呢 就是受托方他所获得的好处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种方式呢 给他更加具体化来表述 就是支付手续费方式的委托代销业务 就明白了吧 那么由此你就会发现 在我们刚刚的分析当中 我们是有三个箭头 而这三个箭头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是有三件事情要把握清楚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的受托方 对吧 他在拿到这个手续费的时候 既然他收钱了 他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税务 来进行缴纳增值税呢 你想一想 既然我们受托方 他所提供的是一种服务 而且是代理服务 代理嘛 不就是一种辅助吗 所以啊 他是按照我们商务辅助服务当中的 经济代理服务 来进行一个缴纳的 对吧 但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 把握住商务辅助服务就可以了 商务辅助服务的上一级是谁呢 是我们的现代服务 所以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说了 那么我们就写 是按照现代服务当中的 商务辅助服务呢 来缴纳增值税 对吧 如果你呢 还有精力 你还知道更多 你可以再写 经济代理服务 对吧 也是可以的 OK 这就是我们受托方 他要把握住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给解决了 还有两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标绿颜色的 这两个箭头 这两个箭头呀 它实际上就分别 就是我们的情形一和情形二 情形一呢 它所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箭头 情形二呢 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箭头 由此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绿颜色的箭头 它为什么要视同销售呢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 对吧 我们下面呢 就来进行一个分析了 你想一想 当我们的受托方 把这个货物给了第三方之后 人家第三方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对吧 既然给了第三方 人家第三方就有所有权呀 就能够处置呀 那么这种情况下 第三方 它既有可能自己消费 也有可能对外转让 如果第三方对外转让的话 转让给了我们的第四方 就表明这个货物 它是要继续进行流转的 货物要想继续流转 那么我们增值税 一般计税方法下 那个背后的隐形的抵扣链条 它就不能够断裂 所以我们第三方 在向第四方销售的时候呢 它必然会产生消项税额 你想一想 我们上一个环节的消项 是我们下一个环节的进向 而我们下一个环节进向 又跟我们下下个环节的消项 进行首尾相连 形成这个链条呀 既然你第三方 在这个环节 你有消项 也就意味着 在它的上一个环节 就是受托方和第三方 交易的时候 你第三方必然会产生 相关的镜像 而你第三方的镜像 是等于谁的呢 你必然是等于你受托方的 销像的呀 没有问题 你受托方怎么样才能够产生销像呢 只有你销售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呀 所以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受托方把货物卖给第三方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视同销售 而我们受托方把货物卖给第三方 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销售了 代销货物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情形二 它是要视同销售的 你也就明白了 对吧 我们按照同样的逻辑 再往前去推理 既然你受托方要产生销像 也就意味着 在上一个环节的交易过程当中 我们受托方要取得什么 它当然要取得的是镜像 而受托方的镜像是等于谁的呢 它毫无疑问 它是要等于我们委托方的销像 委托方要产生销像 怎么产生呢 就是当我们的委托方 把货物给到受托方的时候 我们要视同相受 OK 而我们委托方把货物给受托方的时候 不就是我们情形一所说的 把货物要交付给其他单位 我个人进行代销吗 由此你就会发现 情形一 我们也是要视同销售的 到这里呢 大家就会发现了 我们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的这两种情形 对吧 也就是我们委托方和受托方 均需要视同销售的原因呢 就很简单 原因就是为了保障 我们的这条抵扣链条不断裂 所以呢 要求彼此双方都要进行 视同销售 这样一来 相信我们前两种情形 大家呢 就能够从原理上 把它给把握到位 把握到位之后 我们呢 来看情形三 情形三呢 我们可以先用一句 简单的话来表述 就是说 我们企业内部机构之间 跨县市移送货物的话 OK 我们要来视同销售 这是很简单的话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详细的表述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将货物呀 从一个机构移送到其他机构 用于销售 但是相关机构设在同一个县市的除外 这句话读完了 你可以发现 这句话当中呀 我用三种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注 既然是三种不同的颜色 就表明呀 有三件事情需要处理 对吧 或者需要关注三个要点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标黄颜色的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 就表明啊 它想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这个情形的主体 主体是谁呢 由于它说了 你的机构的数量要大于等于2 对吧 并且呢 你要实行统一核算 根据这两个表述 我们就能够立马反映出来 它实际上呀 针对的是我们总分公司这种情况 由于我们的分公司 它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对吧 有时候呢 它也不是自己进行核算的 既然不是自己进行核算 那么OK 完全就有可能 由我们的总公司来进行统一核算呀 最大的针对我们的总分公司 如果考试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挖什么陷阱呢 把我们的总分公司 给我们换成母子公司 这种时候 它就不符合我们这里情形的规定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母公司也好 子公司也好 他们首先都是独立的法人 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而且他们在核算的时候呢 都是自己独立核算的 既然彼此独立核算 OK 那就不涉及到统一核算的问题呀 所以肯定不是母子公司 而是总分公司 所以我们要把这里的主体 首先要把握住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用于销售 那我的选手老师 这个用于销售 我如何进行一个准确的判定呢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一定要盯住售货机构 对吧 也就是接受货物的那一方 如果接受货物的那一方 向购货方 对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 总分机构外部的第三方 如果跟第三方之间 发生了如下的情形 比如说 我们售货机构 向第三方开举发票了 再比如说 向购货方呢 收取了货款 再比如说 你既开了发票 也收取了货款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表明啊 你们之间的移送的目的 就是用于销售 对吧 所以呢 像我们对 呃 外部的第三方 要么是开发票 要么是收款 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就认为 也是销售 只有这种情况 我们才是符合这里的规定的 如果考试的时候 就我们换成了 用于连续生产 用于仓储呢 由于他们本身 并不属于销售 对吧 而是我们生产的某一个环节 或者是呢 它仅仅是为了存储 它并不是销售 既然不是销售 就不符合我们这里的情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陷阱 把握到位 而我们第二个要点呢 它是针对我们 移送目的来说的 把握住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呢 说的是 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个 县市的处外 就表明啊 第三个呢 它针对的呀 是我们机构的地点 对吧 因为我们设有 两个以上的机构嘛 这个机构 你是不是在同一个县市呢 如果你移送的这个机构 它是在同一个县市的内部 进行一个移送的话 我们是不适同销售的 如果你是非同一县市 就不在同一个县市的话 我们才要适同销售 这是为什么呢 就因为啊 我们增值税呢 是一种中央地方共享税 OK 提到了中央地方共享税呢 在这里啊 我多给大家啰嗦一句 进行一个知识的补充 这是我们的境内 对吧 这是我们的境外 我们都知道 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 说的是进口货物 进口户物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来缴纳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和消费税的 那么缴纳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是由谁来进行征收呢 你要知道了 是由我们的海关 对吧 他来负责呢 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一个征收的 海关所收上来的这部分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它是百分之百的 都是要给到我们中央的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我们内部的流转环节过程当中 我们所增收的增值税来说 怎么分配呢 OK 就是五五分成 我们中央呢 是拿百分之五十 OK 地方呢 我们是拿百分之五十 就是五五分成 OK 既然地方会拿百分之五十 由此你就会发现了 不同的地方之间 对吧 就他们之间是要争分 我们相关的利益的 如果你在同一个县市内部移动 OK 都是这块大蛋糕 不会存在别的地方的 事务机关来进行抢夺 所以既然你们是内部的折腾 我们当然也就 不是同销售了 如果是不是同一个县市呢 既然不是同一个县市 你本来是要在A来交纳增值税的 现在呢 你要把这个货物给挪到B了 如果我们不在A 是同销售的话 A的利益 是不是就会被B税务机关给拿走呀 所以A税务机关 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他肯定就说了 当你A 当你某个公司 把货物呢 从A挪到B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认为啊 你就应该进行一个市同销售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利益的一个保护 就因为我们增值税 是一个中央地方共享税 所以这一点把握住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 我们这里的第三个要点了 把握住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情形三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情形四 情形四这里啊 它实际上呢 是将我们的自产 或者是委托加工的货物呢 用于了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这种情形 为什么要市同销售呢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呀 我们一定要从货物的类型 以及呢 货物的用途 这两个角度 我们来分别的处理哈 首先我们要订阅类型 类型这里呢 它仅仅包括自产和委托加工 自产和委托加工 不管怎么说 它本质上来说呀 都是我们企业自身 所拥有的货物 比较好理解 对吧 而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呢 它实际上呀 就针对的是什么呢 我们企业内部的员工 我们的情形四 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说 当我们企业 把自身的货物 用于给了 我们企业内部员工的时候 我们要来市同销售 那关键是说 为什么这种情形 叫市同销售呢 我们一起分析 既然是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就表明呀 我们这里的商品的流通 它就已经到了什么 最后的消费环节 既然是最后的消费环节 必然会有消费者呀 我们就可以把消费者呢 给它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员工 对吧 还有一类呢 是我们企业外部的购买者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企业外部的购买者 你想来购买这个商品的话 你付出的代价是包括两部分的 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商品的市场价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 它所包含的什么 增值税 对吧 所以呢 是我们的市场价 加上含税价 都是由我们的消费者 来进行买单的 通过这里呢 你就会实际的发现 我们增值税呀 它的一个实际的负税人是谁 负税人就是我们实际 负担这个税款的人是谁呢 实际负担税款的人呀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对吧 我们消费者最终呢 是要来承担我们的市场价 和我们的含税价的 OK 所以呢 把它把握住 但是作为我们企业内部的员工 你想一想 他在购买的时候呢 他的价款就会比较低了 对吧 首先呢 他是成本价 而且呢 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含税价 OK 由此你就会发现 大家都是消费者 但是在买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由于呢 我们的位置地位不一样 从而导致了我们不公平 这个时候呢 有的人会说 老师 你一直都说吗 我们增值税 是有税收中性原则 而税收中性原则 它最强调的 不就是公平正义吗 你看看 现在我们都是消费者呀 但是由于我们的地位不一样 就会导致我们最终所负担的 这个金额不一样 这就不公平了呀 不公平 我们肯定要想办法进行解决 对吧 既然你是税收中性原则 我们要解决公平 怎么办呢 OK 就让你用自身货物 给内部员工的时候 我们让你视同销售 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你一旦视同销售了 OK 你的成本价就会变成市场价呀 你原先是不含税的 现在你就变成含税的了呀 这样一来 不管是内部的消费者 还是我们外部消费者 我们所实际负担的 都是我们的市场价 加上我们的含税价 此时我们所负担的 不就都一样了吗 不就体现了公平吗 所以当我们企业 用自身的货物 给我们内部员工的时候 我们就要视同销售 为什么 就是因为公平正义的要求 把握住就可以了 这幅图内容 我们一定要 没事的时候都画一画 OK 理解了 理解住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呢 有的学员就会说 老师 您刚刚强调的呀 都是说用自身的货物 对吧 给我们内部员工的时候 要视同销售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企业 从外面 对吧 外构进了一批货物 给我们自己内部员工 去用的时候 它为什么就不视同销售了呢 OK 我们来进行分析 还是我们刚刚的那幅图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看 虽然你是给内部员工的一种福利 但是你别忘了呀 你这个货物呢 是你从外面所购买回来的 对吧 是你外购的 那企业既然去外购货物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所付出的代价 依然是市场价 加上含税价呀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你必定要付出市场价 要付出含税价 而我们企业外部的购买者 他去购买的时候 跟我们企业购买 他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他也要付出市场价 加含税价 这两个 不管是我们外部的消费者去购买 还是我们企业去购买 那么他所付出的代价 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问题 既然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大家的代价都一样 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不适同销售了 因为本身就是公平的 对吧 这个时候 有的学员就会说了 老师 其实不公平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您看一看 您毕竟是企业的身份呀 对吧 您企业的身份 您在去购买的时候 您虽然是喊税的 但是您会从销售方那里取得一张砖票呀 对吧 您取得砖票 如果您是一般纳税人的话 您是可以用来抵扣金箱税额的呀 您一旦把金箱税额给抵了 也就意味着您的那个实际负担的金额当中 仅仅有市场价呀 您的金箱税额已经抵了 您就相当于这部分钱您就没有花呀 此时跟我们的外部购买者来说 不是又不公平了吗 OK 既然又不公平了 我们肯定又要想办法来进行解决了 既然你已经抵扣了金箱税额不公平了 我们想办法怎么办 就不让你抵呗 不让你抵怎么办呢 你已经抵了 我们就让你已经抵扣了金箱税额 我们做转出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你已经抵了不公平 OK 你把这个已经抵了给我转出来 转出来就表明你没有抵 你没有抵就表明你所实际上所付出的金额 依然是市场价加含税价 这样一来 不就又一次的恢复到了我们的公平状态吗 OK 既然公平了 说明我们这里的处理呢 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我们企业用外购的货物 给我们企业内部员工的时候 要把握住两个要点 第一 就是不适同销售 首先要把握住 然后呢 如果我们企业取得了专票 而且已经抵扣了金箱税额 我们一定要做金箱税额的转出 这两件事情 通过这幅图 我们是不是又能够把握住了 所以这幅图 大家呢 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情形四 是大家需要把握住的 我们来看情形 五六七 我给大家呢 放在一起 他说的是 将资产委托加工 购进货物 用于投分赠的时候 我们也要进行 适同销售 首先我们来看 何为投呢 就是作为投资 提供给其他单位 或者是个体工商户 我们就称之为投 何为分呢 就是分配给股东 或者是投资者 何为赠呢 就是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 或者是个人 OK 投分赠比较好理解 大家把握住就可以了 关键是说呀 货物类型这里 它不仅仅包含我们企业自身的货物 而且也包含购进的货物 那有的选择会有疑惑 老师 这个时候为什么就包含购进的了呢 实际上很简单 当我们不管是把自身的货物也好 还是我们外购的货物也好 当我们用于投分赠的时候 给到这些主体的时候 至于这些主体怎么用 完全是人家的责任 对吧 和这个权利 如果人家想把这个货物对外卖的话 我们在投分送这个环节 一定要能够保证这个商品 它是继续流通的 既然要继续流通 我们当然要来进行产生肖像 产生肖像要视同销售吗 所以你给发现 甭管是什么货物 你用于投分赠的时候 我们为了保障我们的抵扣链条 是不断裂的 我们当然要视同销售了 所以一定要把购进货物 用于投分赠视同销售 购进货物 用于我们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不视同销售 一定要做好区分和对比 这是在我们考试当中特别爱考的 也是我们大家特别容易出错的 所以区分清楚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货物 视同销售的七种情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盈改增项目 视同销售的情形 盈改增项目 对吧 就是我们的服务 就是我们的无限资产 就是我们的不动产 如果我们不考虑 我们这里无偿的话 对吧 如果不考虑无偿 这种情况下 你既然提供了相关的 盈改增的项目 那你就该交增值税 交增值税就没事了 关键是说呀 你提供这些服务的时候 你是无偿的 既然是无偿的 就表明你肯定没有收入 你没有收入 也就没有确定 我们的肖像税 对吧 但是站在我们 税务机关的角度来说 如果都是无偿的 我们不征税的话 那国家税款 必然会流失呀 所以你是无偿的 我们认为你应该交税 所以呢 我们无偿提供 这些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才要 视同销售 对吧 视同你销售了 我们看看你的收入 计算一下你的肖像税 你的交税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我们无偿提供服务 无偿转让无限资产 无偿转让不动产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是要来进行 视同销售的 既然我说了 是一般情况下 那就必然会有特殊情况 也就表明 我们有特殊情况 你是无偿的 但是呢 你是不增收增值税的 有哪几个呢 我们一共有两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第一个 在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要盯住的是提供方 或者是转让房的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主体 主体在这里呢 您可以发现 提供服务的时候呀 我们说了 是单位或者是什么 个体工商户 但是转让无限资产 转让不动产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是单位 或者是个人 而这个个人呀 我们在预期办法中说过 它是包括什么 它是包括两类 一类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个体工商户 除了个体工商户以外 我们这里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其他个人 而这个其他个人说白了 就是我们俗称的自然人 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下面这里呢 是包含其他个人的 而我们这里呢 它是不包括其他个人的 通过这两处的区别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其他个人 也就是我们的自然人 当这个主体 他们无偿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不征收征职税 OK 如果其他个人或自然人 无偿提供的是服务 我们是不征收征职税的 如果他们提供的是 转让无形资产 转让不动产呢 我们是需要视同销售的 但是服务我们不需要 有的学生说老师 我不理解 为什么呀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进行把握哈 你看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无偿提供的这个服务啊 跟我们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相比 我们服务的这个价值是比较低的 对吧 由于服务本身 它的价值比我们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肯定要低 所以呢 我们不争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都知道 我们中国呢 实际上是一个人情社会 所谓的人情社会很简单 就把大家呢 彼此的相互麻烦 彼此相互帮忙 就是在这种彼此麻烦和彼此帮忙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情感是不断的在加深 情感是不断的在加强的 你就会发现 在我们彼此麻烦的过程当中 不就是我们之间相互提供这个服务吗 我会剪头发 对吧 比如到了2月2龙抬头了 我的朋友说来 你帮我家孩子剪剪头发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好意思问你的朋友要钱吗 是不好意思的 对吧 我们都是无偿的来提供这种服务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存在 由于它是一种中国的国情 对吧 是我们的一个人之常情 而且它的价值比较低 所以呢 无偿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不增收增值税的 但是你反观呢 如果是不动产 如果是无形动产呢 它本身的价值就很高 而且在我们的人情礼网当中 肯定不会说平白无故 就给你无偿的赠送一个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吧 那你肯定是特别有钱 既然你特别有钱 那你就视同销售 脚弹增值税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呢 做好一个对比和区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特殊情况的 第一个要把握住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呀 就是从我们无偿提供这些的目的来看 如果你提供的目的呢 是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是呢 以社会公众为对象 就是我们俗称的双公原则 对吧 公益事业是一个公 第二个呢 社会公众是第二个公 就是双公原则 双公原则这里呢 既然你的出发点对吧 是为了做好事 而且呢 我们也是鼓励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鼓励你呢 OK 那就是不征收增值税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双公例外 例外嘛 就是我们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也要能够把握住 所以对于我们 盈改增项目的 视同销售来说 我们要记住三句话 第一句话 如果你是无偿提供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视同销售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有两个特殊情况 第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我们其他个人 也就是我们的自然人 无偿提供的是服务 OK 我们不征收增值税 如果你提供 无偿提供的目的是双公情况 我们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把握住这三句话 我们就够用了 OK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部分的典型的例题 下列业务当中 应视同销售 征收增值税的是哪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A的表述 外购源材料 用于生产部门 你看 这是我们企业内部 对吧 从我们的原材料 领用到了我们的生产部门 它是一种销售活动吗 不属于 而是我们生产领用的一种活动 既然是生产领用 那我们当然就不适同销售了 所以A肯定是不选的 来看B 外购的电脑 用于财务部门 对吧 是用于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经营 它也不是销售呀 所以呢 也不选 C说的是 外购的月饼 作为了员工福利 OK 你想想 外购月饼 说明这个货物呢 是我们外购的货物 对吧 外购的货物 外购货物 用于了什么 员工福利 我们的集体福利 或者是个人消费呗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过 外购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要把握住两个 原第一个 我们是不适同销售的 对吧 不适同销售 然后呢 如果你取得了专票 已经抵购了镜像 我们要做的是 镜像税额的 赚出处理 对吧 所以此时呢 肯定就不选了 我们来看D的表述 外购的帐篷 赠送给了灾区 这个时候呢 有的学员会说 老师你看 赠送本身 它不就是一种无偿吗 我说对呀 他说你看 灾区不就是我们 那里所说的吗 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社会公众嘛 对吧 OK 这也没有问题呀 你看 双公例外 它是不增收增值税的呀 既然不增收增值税 你看ABCD都不选 那这个题目就没有正确答案了吗 当然就不是了 您别忘了 我们所说的双公例外原则 它是针对谁的 它一定针对的是 盈改增项目 对吧 是盈改增项目 人家才会有无偿的时候 对吧 用于了我们的公益事业 社会公众 我们才不增收增值税 但是 人家这里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帐篷呀 帐篷是属于什么 帐篷是属于货物呀 我们外购了货物 对吧 我们赠送给了灾区 那此时呢 应该站在我们货物 视同销售的情形来看 一共不是有七个吗 而我们第五六七 最后三种情形 不就是说的 用我们自身的也好 用我们外购的也好 用于投分赠的时候 我们要视同销售吗 所以呀 我们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 四地选项 对吧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要区分清楚 货物的视同销售 和我们盈改增的 视同销售 而我们双公立外原则 它仅仅针对盈改增来说的 而我们的货物当中 是没有这种 双公立外原则的 所以一定要区分和把握到位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选择的是次第选项 我们来看这道电信立体 假公司发生的下列业务当中 应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的有哪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A的表述 将自产货物用于职工福利 你看不管是我们自产的 还是我们的委托加工的 我们都认为是自身的 自身的货物用于了集体福利 OK没问题 我们当然要视同销售了 我们要选上 B说的是将外货货物无偿证送给一公司赠 就是我们说的投分赠当中的一种 这个时候甭管你是什么货物 对吧 就算你是外货的 由于你是赠送的 OK那么也是什么 也是要视同销售的 B也要选上 C说的是转让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取得收入20万元 您想一想 我们前面在讲不征收增值税范围的时候 说过有四个角度 其中我们第二个角度呢 说的是非经营活动 非经营活动当中呀 特别让大家关注过一个 就是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您还记得 我们赶紧回复一下 您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吗 OK分成两个结段 没问题 我们要看一看你是持有的时候呢 你还是在转让的时候 如果你是持有的时候呢 我们分成看一看你所获得的收益 是不是保本的 如果你是保本收益 OK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啊 你是应该交税的 而且是按照金融服务当中的什么 贷款服务来讲的增值税 如果你是非保本呢 OK我们是不增收增值税的 对吧 讲起来了 如果是转让的时候呢 我们说过要看一看 你转让的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呢 还是上市公司的股权 如果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由于你的股权本身就不是用于流通的 所以此时呢 我们不增增值税 如果你要是上市的 OK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属于增税范围的 只不过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盯住你的主体 如果你的主体是其他个人的话 OK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有一个优惠 我们是免征增值税的 对吧 如果你是非其他个人呢 OK我们要进行征税了 你要盯住 是按照什么征呢 一定是我们金融服务当中的 金融商品转让 对吧 按照我们金融商品转让 来征收增值税 对吧 那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和判断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 这里的表述呗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就属于我们这里的非上市公司呀 非上市公司 你一转它的股权的话 我们征吗 我们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对吧 所以此时C选吗 C就不选了 我们来看D的表述 将外购的货物对外投资 OK 投分赠 不是见到投吗 不管你是什么货物 就算你是外购的货物 我们也是要来干什么 我们也是要来 视同销售的呀 所以D 我们要选上 我们再来看D的表述 免费向员工提供旅客运输服务 OK 免费 就是无偿 对吧 就是无偿 见到了运输服务 是服务呀 那有些人 老师 你看 无偿提供了服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又是一个企业 对吧 那肯定是不是其他个人呀 那么这种情况下 OK 就应该什么 视同销售 属于你的一般情况 那此时他就把E给选上了 但是你想想对吗 是不对的 为什么E是错的呢 错就是因为两个字 你没有看到 是员工这两个字 你给忽略了 我们说过 单位和我们员工 他们是属于什么 利益共同体 他们之间彼此的来提供服务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为自己提供服务 为自己提供服务 它是属于我们不征收增值税的 第三个角度呀 对吧 我们说过为他人提供 OK才是可以的呀 你是为自己提供 我们是不增收增值税 所以E 我们是不选的 所以我们真正的答案 应该是A B D 才是正确的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这里的选项 关键词 大家一定要能够把握到位 才是可以的 对吧 没有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了 对于外购的货物来说 如果你用于了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OK 首先不是同销售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一定要做进向税额的转出 对吧 OK 如果你用于投分赠呢 用于投分赠呢 我们肯定是 不管你是自身的 还是外购的 我们统统都要是同销售 我们再来看企业内部 跨线是移送货物呢 我们一定要盯住你移送的目的 如果你的移送是用于销售 OK 那你要是同销售 如果你是用于了连续生产 以及仓促的话 我们是不适同销售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无偿 如果你把这个货物 对吧 进行证送了也是一种无偿嘛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是证送的是货物 不管什么情况 我们一律是什么 一律是视同销售 我们这里的无偿证送 也仅仅说的是什么 投分赠 对吧 投分赠 这三种情况啊 无偿的 OK 我们要视同销售 但是对于盈感增项目来说呢 我们说过 如果你是无偿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要视同销售的 但是呢有两个特殊情况 第一个就是其他个人 也就是我们的自然人 他无偿提供服务的话 我们是不增收增值税的 OK 另外一个呢 就我们双公立法原则 你用了公益事业 用了社会公众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增收增值税 说到这里 你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在讲 不增收增值税范围那里 我们有第四个角度 对吧 第四个角度那里呢 就说的是一个无偿 无偿那里 我们举的实际上 就是一个什么 双公立外的 这么一个情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把前后的知识呢 做一个前后的把握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在注意陷阱这里啊 大家所需要把握住的地方 OK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征税范围这里的 最后一个细分考点 我们聊一聊 混合销售和兼营 我们如何进行一个准确的划分呢 那有的学员就会说 老师 哪种情形下 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 OK 就是当我们的同一个纳税人 对吧 他经营了多种应税项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你既然是经营多种应税项目 你到底是属于混合销售呢 还是属于兼营呢 因为我们的混合销售和兼营 他们的处理的方法和办法 是不一样的 既然办法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就比较好理解了 对吧 而我们这里说的多种应税项目 你想想 我们的征税范围当中 一共不是有六种吗 对吧 我们的销售货物 对吧 进口货物 以及提供加工修理修备劳务 还有呢 我们的服务 还有无形资产和不争产 对吧 我们一共包括这六项 既然这六项 有多种应税项目的话 我们肯定会涉及到一个 排列组合的问题 对吧 我们肯定会组合成多种多样的情况 那么在考试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一共给它分成两大种组合就可以了 第一大种组合 就是货物加服务 这是最为重要的组合 就是你是货物和服务 是组合在一起的 OK 这是一种 那么其余的那些组合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其他组合 OK 比如说我们货物加不动产 货物加无形资产 对吧 OK 你看这就是属于其他组合 你再比如说服务加不动产 对吧 都是其他组合 OK 所以呢 就是货物加服务是一个 其余的都称之为是其他组合 把握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对于货物和服务这个组合来说呀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货物和你提供这个服务之间 它们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呢 比如说是否相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的货物和服务是否同时发生在一项销售行为中呢 也就是说我的一项销售行为是否同时包含了货物和服务 如果您定时细事发现 OK 确实是存在着关联关系 确实是同时发生在一项销售行为当中的话 我们就认为呀你们的行为就是属于混合销售 既然是混合销售混在一起了 那么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要盯住你的主业 你的主业是什么 我们就按照什么处理 比如说如果你是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是零售为主 你既然是以货物为主 OK 那么此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就把你的货物和服务我们给你混在一起 统一的按照货物来进行处理 不就可以了吗 而你的货物是你的主业呀 所以我们就把货物和服务合在一起 按照货物进行处理 如果你是其他的单位和各地工厂户 也就表明你是以服务为主的 既然以服务为主 OK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把你的货物跟你的服务混合在一起 我们统一的按照你的服务来缴纳增值税 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是我们混合销售 它在处理时候的一个原则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盯住你的主业 你的主业是什么 我们就把它们混在一起 全部都以那个主业为主来缴纳增值税 就OK了 如果您定神系是发现 他们之间呀 没有关联关系 或者是说呢 他们之间呢 并不是同时发生在一项稍息行为当中的 对吧 你看这就已经是两种情况了 再加上如果你是其他总和 对吧 这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你是其他组合 以及呢 我们这两组组合当中的这两种情况的话 那么此时你们通通都属于什么 通通都是属于兼营 既然是兼营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的应税的项目是用不同的税率 或者是征收率的话 既然税率和征收率不一样 你又是兼营 我们一定要分别的来进行核算 对吧 13%的放在一起 对吧 9%的放在一起 6%的放在一起 对吧 一定要分别的进行一个核算 如果你要没有进行分别核算呢 OK 那么此时呢 我们要从高的适用税率 为什么这么规定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 既然你没有分别核算 那么肯定这个时候国家呢 当然要从国家不吃亏的这个原则 当然要从高来适用税率了 你这些应税项目当中 哪一个项目的税率最高 我们就统一的按照最高的这个税率来 这样能够保证国家不吃亏 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 第二个方面 应该分别核算 你没有分别核算 就相当于呢 是对你没有分别核算的一种处罚 一个是国家不吃亏 一个是对你的处罚 所以一定要盯住是从高适用税率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在区分混合销售 以及兼营的时候 我们一般上的一个判断的逻辑和方法 以及呢 我们混合销售和兼营 它们分别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就给大家说完了 既然有一般的情形 那么按照我讲解的规律来看 下面肯定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形 等着我们大家来进行处理 而这三种特殊的情形 就是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它特别特别重要的 既然特殊 肯定不能够按照我们一般的逻辑分析 来进行处理了 对吧 我们需要单独的进行记忆和把握 第一个情形说的是 一般纳税人销售 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等 自产货物的同时 它提供了建筑和安装服务 OK 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来理解的话 你看 它既有货物又有服务 你看 而且呢 它们之间又具有关联关系 而且呢 又是同时发生的 那你肯定认为 它是混合销售 对吧 它特殊就特殊在 此时 我们是要按照兼营来进行处理的 那我的选手老师 我知道它特殊 关键是说 我如何能够把它给记住呢 实际上也很简单 我们想一想 建筑安装服务 它所适用的税率是多少 它所适用的增值税的税率呢 是9% 而我们活动摆房 对吧 我们的机器设备 以及我们的钢结构件 等等一些货物呢 它们所适用的是13% OK 你就可以发现 两者呀 它们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对吧 而我们的活动摆房也好 我们的钢结构件也好 我们的机器设备也好 大家都知道 它们的价格呀 往往都是不便宜的 它的价格比较高 如果这么高价格的东西 你让它按照9%的这个税率来交税的话 国家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点吃亏呀 既然国家吃亏了 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呢 那你就分开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呗 分开处理 就是说13%的这部分 你就按照13%交 建筑安装服务这部分 你就按照9%来交 你看分开核算 不就可以了吗 而分开核算是谁的处理办法呢 是兼营行为的处理办法呀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种情形呢 它就是属于兼营 OK 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把握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的价格比较高 如果按照建筑安装服来说 你的税率会比较低 国家会吃亏呀 所以呢 货物就是用13%的 你服务呢 就是用9%的 OK 我们分别给你处理 而分别处理呢 它是属于我们兼营的处理方法 所以呢 就规定这种情形 它是属于兼营的 不就记住了吗 没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说的是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 提供安装服务 你看 实际上呀 我们的情形2跟我们情形1 要想理解的话 他们的逻辑上实际上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想大家强调的是 不管是情形1也好 还是情形2也好 他们都是属于兼营 而且呢 对于机器设备这里来说 他们都强调是什么 自产的机器设备 所以这一点 大家也能够把握住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情形3 情形3和情形2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呀 我们情形2 他说这个机器设备是自产的 而我们情形3 他说这个设备 它是外购的 对吧 你看我是外购的机器设备的同时 我来提供的安装服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 既然你是外购的机器设备 那肯定要跟我们资产的机器设备 有一个区分呀 既然你资产的机器设备 OK 你是属于兼营 那么我们记忆的时候 外购的 OK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符合我们的一个什么 正常的逻辑了 认为呢 你是属于混合销售 这是从我们定性的角度来说 对吧 从性质判断上来说 但是我们在实际处理的时候呢 你也要分情况 如果说你已经按照兼营处理了 OK 那你就分别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按照兼营处理的话呢 我们此时呢 才要按照你的主页来进行处理 由此呢 你就会发现 前两种情形说白了 他们是必须是属于兼营的 必须按照兼营进行处理 而我们的第三种情形呢 它是可以按兼营处理 对吧 它的强制呢 就没有那么高了 首先定性是属于混合销售 如果说你已经按照兼营处理了 那也是可以的呀 所以此时呢 我们说是 它是可以按照兼营的行为进行处理 但是前两种它一定是什么 必须属于一定要把握住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细小的点 你要关注到 就是我们的情形二和情形三 如果说你是按照兼营处理的话 那么对于服务来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选择 你是可以按照假供工程呢 来选择减易计税的 OK 何为假供工程 何为减易计税 在这里呢 我们先做一个认知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等到了后面呢 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 详细的讲解 所以在这里 我们简单的知道这件事情 就OK 所以这幅图 大家也要能够把握住 所以对于我们 兼营和混合销售 在大家处理的时候呢 首先要把握住 我们的一般的一个 处理的一个逻辑 思路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三种特殊的行为 一定要给它什么 把握住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21年 这道新鲜出炉的题目 我们就考核到了 我们的兼营和混合销售的一个区分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从事货物生产和批发零数的企业 发生下列行为 必须将全部销售额 按照销售货物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有哪些 情形我们可以先不看啊 选项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来看这里的提干的表述 它告诉我们主体是谁 主体是从事货物生产和批发零售 而且呢 说了是全部的销售额都按照销售货物来进行计算 什么就表明呢 它一定说的是混合销售的处理方法 而且这个混合销售的主体 它还是以货物为主的 对吧 毕竟是以销售货物这个来计算嘛 说明我们是混合销售 而且呢主业是以货物为主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别忘记了 在我们的提干当中 还有一个关键词 大家一定要能够意识到 就是我们这里的必须 OK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必须特别强调呢 等我们看完了选项 您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A的表述 销售资产 这个数控机床的同时 来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OK 我们一起来分析呗 数控机床是什么 就是一个货物 对吧 没问题 信息技术是什么 它是一项服务 OK 对吧 你看 是不是从我们组合上来说 就属于货物加服务的形式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你这个数控机床和你的信息技术服务 有关系吗 那显然是有关系的呀 而且是在同一项行为当中 我们所产生的 对吧 OK 既然有关系 而且又同时产生又是货物加服务 有问题吗 没有 它肯定是属于什么 肯定是属于混合销售 而且我们这个服务 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呀 所以我们是以货物为主 对吧 没问题 所以我们肯定要选A了 我们来看B 销售自产钢结构建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告诉我 建到了什么 建到了货物 只不过这个货物比较特殊 它是钢结构建 它的价值比较大 同时我们又建到了安装服务 OK 这是特殊当中的特殊呗 对吧 你看 我们的货物比较特殊 服务也比较特殊 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分别进行核算 分别核算什么 就属于奸影呀 而我们体干说的是混合销售 选吗 OK 不选 我们来看C 销售自产广告登箱的同时提供设计服务 OK 广告登箱不就是货物吗 设计服务不就是服务吗 货物和服务的模式呀 没问题 有关系吗 有关联关系呀 同时发生吗 同时呀 OK 有问题吗 没有 属于混合销售 我们C要选上 我们来看D 销售外购电梯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OK 安装服务没问题 您认识到了 而且您有看到的电梯 电梯啊 它也是我们机器设备的一种 对吧 没有问题 它是自制的 还是外购的呢 OK 说了是外购的 外购的 这个时候您还记得吗 我们是怎么办的吗 我们从定性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属于混合销售 对吧 没问题 这是从定性的来说是混合销售 但是我们也说过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们是有这个空间的 对吧 如果说你已经按照肩营处理了 OK 我们就认为呢 你是肩营就行了 吧 但是呢 你一定要分别的来进行处理 如果你未按照肩营处理呢 OK 那么你没有按照肩营处理 那你就按照混合销售来就可以了呗 所以此时您会发现这种情形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并不是强制的 但是你看看提干当中说的是什么 提干当中说的是必须 既然是必须符合提干要求吗 就不符合了 所以我们还选吗 当然就不选了 如果我们把D的表述给大家改一下 我们把外购电梯给它换成了自制电梯呢 如果换成了自制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那你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必须选择什么 肩营 这个必须选择是肩营了 对吧 但也不是混合销售呀 我们选吗 我们同样也不选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 我们来看E 销售自产占面积的同时 来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货物 送货上门服务是一种服务呀 货物加服务 而且是关联关系 对吧 而且那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选吗 肯定是属于混合销售呀 没问题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A C E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我们正确单A C E 这里一定要注意 我们对选项D的一个分析 大家要把握到位就可以了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我们那个 基本的逻辑 然后呢 把那些特殊的情形 把握到位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这道点击问题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增值税 混合销售的是哪一个 问我们的是 依然是混合销售 我们来看A 假公司销售 大型设备的图示 来提供设备保养服务 OK 你想一想 大型设备是货物呀 设备保养是服务呀 OK 也没有问题啊 货物加服务 而且是有关联关系 而且是什么 同时爬上的 对吧 此事肯定是混合销售 没问题 我们来看B 假公司出租闲置仓库 并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OK 你发现了 出租闲置仓库 见到了出租 那不就是我们前面 所说过的租赁吗 提到租赁 您还记得吗 一定要往前看两步 首先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呢 OK 是仓库 仓库呢就是不动产呀 是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呢 没有说 我们就默认你是经营租赁 所以呢 它提供的是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OK 它提供的是服务 并且它提供的是物业管理服务 你就会发现我们选项B 它的组合的模式是什么 组合的模式是服务加服务 服务加服务不就是我们俗称的其他组合吗 其他组合你有任何的空间吗 没有 你就直接按照兼营处理 不就可以了吗 你就直接是兼营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对吧 没问题 所以B是不选的 来看C 假公司销售自产钢结构件 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你看 自产钢结构件再次出现了 而且是安装 那么这种情况下 毫无疑问呀 你现在价值比较高对吧 一定要分别处理 就兼营被 它也不选 D说的是假公司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 提供安装服务 这是我们前面刚刚说过的 对吧 你只自制的是自产的 而且呢 你是提供安装服务 这种情况下 你是必须是什么 兼营 你是必须是兼营 如果换成外购的呢 如果换成外购 OK 你是可以按照兼营来进行处理的吧 如果你已经按照兼营处理了 那你就分别和算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此时D呢 它也不选 所以呢 我们选择的就是A选项 OK没问题 我们来看这部分 大家所需要注意的陷阱了 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形 尤其是我们的情形2和情形3 都是销售的设备 而且呢 都是提供安装服务 一定要区分清楚 你是自产的呢 还是外购的 对吧 如果你是自产的 跟我们的情形1是一样的 也有必须是兼营行为 对吧 必须属于兼营 如果你是外购的机器设备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从定性的角度来说 你是属于混合销售 但是呢 你是可以是兼营行为 对吧 如果你已经按照兼营处理了 那你就是兼营呗 如果说你没有按照兼营处理 我们再按照混合销售来进行处理 所以一个是必须 一个是可以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区分清楚 就把握住了 OK 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3.1征税范围这部分内容呢 给大家介绍完了 征税范围在讲解的时候呢 一共是分成了四个比较小的细分考点 聊了聊它的基本规定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定性判断 在定性判断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住 不征收增值税的那四个角度 以及呢 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形 第三个呢 我们聊了聊增值税的适同销售 货物适同销售 情形有哪些 以及盈改增项目适同销售 我们需要记住的三句话 最后呢 我们聊了聊 当我们同一个纳税人 经营多种应税项目的话 到底是属于兼营 还是属于混合销售呢 那么这两者在区分的时候 他们的一般的逻辑思路是什么 而且要把握住一些特殊的情形 区分清楚之后 混合销售怎么处理呢 兼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定要能够把握住就可以了 说完了征税的范围 那么下面下一节课呢 我首先会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的审核 我们前面在讲框架结构的时候 说过 这个核心考点呢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来区分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 对吧 如何在他们之间 做好一个很好的区分 和对比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细分考点 那么聊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就回来聊一聊 第三个细分考点 就是一般纳税人 应纳税额计算审核的内容 我们说过 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所以呢 我们会针对第三个细分考点呢 我们会针对第三个细分考点呢 给大家安排若干个小的细分考点 这若干个小的细分考点之间 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呢 首先会给大家把这个宏观的框架结构 给搭起来 搭建完宏观结构之后 我们呢 就利用剩余的时间 来学一学 它们当中的第一个细分考点 聊一聊增值税 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课呢 要给大家所学习的一个内容 同学们学习辛苦了 我们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休息之后 我们继续前进 谢谢同学们的配合与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